今天要講一個西門町的詭異KTV 這是2011年發生的事情 那就在十幾年前 有一場大火奪走了十幾條人命 在失火的當時 它是一家24小時的自住室KTV 然後這場事故之後 有商人將它買下 重新蓋成一棟KTV大樓 和日本的自民卡通人物 做結合 就是將一間間房間營造的 像主題式的卡通KTV 那消費過的網友說 這家KTV的裝潢很可愛 總共有38間包廂 每一間包廂都不一樣 有不同的卡通人物 做主題裝潢 陪你一起還場 當時受到非常多的女性朋友們喜愛 但事故還原一下 在1995年4月17號 到凌晨兩點 一名青少年布滿機車零件被偷 與服務人員發生衝突 才將自製的汽油彈 炒向一樓的走道 重火 並死得位在二樓到四樓的快樂送KTV 和銅牌的商家被強烈的大火吞噬 結果後來那個重火的少年因為受不了 因酒後做出不治之舉 而且他的良心啊受到譴責 所以他就覺得 案發後是日後自首 但也無法挽回十一人的死亡 一人腦死 一人摧尾 和十三人嗆婚 在大火後 這棟建築物重新蓋成就是KTV 有一群好朋友啊 因為被這個吸引 然後相約到這邊歡唱 但他們一群人並不知道 十幾年前曾經發生的這個火災 一群人進到包廂 不到五分鐘後 發現銀牆設備有故障 然後就請服務人員來 任何人都沒有回應 過了不久 就聽到許多人的哀嚎慘叫 從音響中傳出 他們驚覺不太對勁 就打開包廂 打開包廂的門 想要找服務人員問清楚 但他們只看到四處 濃煙密布 完全看不到任何方向 只剩一些火光的亮點 全部人包在一起 不知道過了多久 突然聽到一個服務生說 你們需要叫計程車嗎 你們怎麼全部都醉倒在走廊上 他們連忙的問到 剛才不是發生火災嗎 在冷靜之後 四周就是非常的安靜 像剛才的火災從未發生過 所以他們看到是一個幻覺 救火人員在快樂送KTV救災的尾聲 在電梯內赫然發現一具火燒到變形的屍體 超可怕 今天要講的是位於台南的吧 鐵道大飯店 他和室友看完電影 然後來不及趕回宿舍 就決定到火車上對面的鐵道大飯店住一晚 總共780元 押金100 對 就是很便宜 房間在1401 14樓 於是我們就毫無防備心的開心上樓 電梯打開後 到了14樓 他們就開始找尋房間 1401 是往左手邊走廊 走到底 倒數第二間 唉唷 喂唷 真的欸 剛剛以為 我們這裡也是14樓 我們這裡也是14樓 剛剛看到好像有一個人在那 可是1401房間一打開 是大紅色 有點古老紋路的地毯 鋪滿了整個房間 賽西的飯店很小 都是很紅色的 嗯 進去後 前門口還有一個超大的玄關 根本就是一個小客廳 有沙發椅 還有桌子 而且一般的門打開大概就是45度角 轉角這樣 可是他們的門 就可以開到180度 貼合牆壁 哦 所以當它打開的時候 只有轉開而已 根本沒去移動它 就會自己慢慢的 到180度 對 整個打開 歡迎 歡迎你進來 然後他們就 想說 大概是螺絲比較鬆 沒有鎖緊 就不會覺得有什麼 門開到底之後 順著門的方向移動過去 眼前是一個貼著牆的櫃子 不是跑出來的空間 而是跟牆壁一樣厚度 像是往牆壁裡面 在挖一個空間的那一種 好奇怪啊 再來就是廁所 我們沒有想到廁所 竟然是比臥室還大 空間 空間大到 會讓人有窒息感 裡面可以容納的人 根本超乎想像 重點是洗手台 斜對面竟然是一個 很窄黑的 空間 在那個浴室裡面 竟然還有這種空間 小空間的門 是木頭做的 還有空隙 旁邊還有溫度計之類的東西 很明顯是散溫暖 可是怎麼會 在一般的小旅館的廁所裡 更別說 馬桶沒辦法沖水 房間電話撥不出去 也無法聯絡到櫃台 只發出嘟嘟嘟的聲音 就一切太詭異了 而且已經很晚了 後來就忍不住這個氣氛 我們馬上跟櫃台 能不能換房間 於是他給了他們 一是一二的鑰匙 他們的氣氛就完全不同 一是一二房間 就是舒服的感覺 於是我們就放心的 看電視 吃東西一直到兩三點 然後 等一下 好像有別的聲音 他們竟然聽到別的聲音 是男生女生在爭吵 吵得非常的兇 找到他們不敢發出聲音 因為爭吵的聲音很激烈 不經聯想 男的要把女子殺了 他們害怕到 整晚都睡不著 可是真的很累很累 然後不小心睡著 又把室友叫起來 我們兩人就撐到早上 大家最早一班車要回學校 眼看火車終於來了 可以回去睡覺了 然後就想說 到底為什麼這個房間那麼詭異 回去Google這個鐵道大飯店 網路上有非常多1401房的 01事件 大家可以上網Google 這個鐵道大飯店 剛剛是其中一個人的案例 還有一個是 大學生們 他們去住這個旅館 然後是 兩個男生 三個女生 然後原本他們拿到的房間是1402跟 1401跟 1411吧 這兩間房間 可是女生抽到是1401那間 現在就是重點是1401 那間就是有問題 然後女生他們就很害怕 不敢進去 他們男生還在樓下check in的時候 還在辦一些手續 然後在簽了 他們女生先上去放行李 然後他們女生不敢進去 他們在門口外面 然後那個男生 那個男生有陰陽眼 他一看到三個女生 這麼害怕 一看他房間就覺得 啊 這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 他覺得不行 讓這三個女生住這個地方 所以他就說 你們三個女生去住一室一宜 他們兩個男生來睡這邊 好 他這一講完 他真的有點後悔了 因為他看得到 然後他看到了 是有五個靈體在那邊 而且其中一個是個利鬼 他是一個女生 然後帶著一個小孩 然後他就覺得沒辦法 實在太累了 這麼晚也選不到其他房間 只要在那邊睡 他就算了 閉著眼睛壓一壓就算了 因為他已經可能有經歷過 很多這種事情 然後他就去這個旅館 好像大廳吧 喝個咖啡 然後很累 就去睡覺 這時候他去睡覺 第一次 他們來了 他就說完蛋了 他們要來壓我 然後我就想說 那個男的想說 算了 我真的好累 就給他們壓吧 壓壓壓壓 壓完之後 那個女 那個利鬼 他在旁邊看 他沒有過去壓 他想說 這樣太好了 因為他過來 他的力量可能會很大 但是就在他 早上起來 好像四五點凌晨的時候 因為他一直沒睡好 他就想說 來沖個澡 他一進去浴室裡面 然後用檸檬頭 檸檬頭沖水的時候 他發現 那個利鬼 那個媽媽帶小的那個 就在旁邊看著他 他嚇到 他想說 已經快早上了 他還不走 然後 他就 他就 走過去的時候 那個臉封頭忽然 水 忽然停了 他洗到一半 他好像 那個肥皂都抹上去了 頭髮也都抹 水忽然停 他在弄他 他知道他在弄他 然後他就 他就心裡跟他講說 拜託你讓我充滿熱沼 我以後就不會再來住這間 請你放過我 他講完之後 欸 那個利鬼就真的放過他 因為也快早上 那時候好像 他已經弄弄五點多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這樣結束 然後他後來 這個男生 他覺得這件 怎麼會 會有這麼恐怖的事情 他去查 他去查這個 台南這個鐵道大飯店 前身是什麼 他有一張照片 他前身 也不知道他是什麼館 好像是日本某個 政治單位 也沒發生 也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但是 1401就真的很贏 很奇怪 然後 就這 因為他在台南太有名了 就是說 喜歡探險的人 其中有個YouTuber 他們是鬼面跟那個 國王 對 國王 他們就去 他們真的去那間旅館 他們說要去 找那間房間 然後去入住 但是後來 他們找不到這間房間 去算一下這房間的格局 跟這張地圖 發現 他只是把號碼換掉而已 也許就是1402那間 他跳好 對 他 對 結果 結果其實是 他只是換號碼 他只是把牌子換掉而已 但那間還是存在 所以他變成 因為一般飯店都會跳過4 這個不吉利的數字 OK 但是他跳過1 他們去算過 每一個都有1的 但只有1401這間沒有 我們現在講這間大樓啊 它以前是 時代大飯店 就在1984年的時候 它是14層的住商 然後它就是二樓 電線走貨 有19個人死亡 49個人受傷 景欣大樓前身就是 這一個大飯店 所以他現在住戶啊 就發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從1986年 有一個很有名就是 賣熟霸掌的人 被這一棟大樓 跳下來的人壓死 他原本是要自殺 但是他壓到下面那個 賣熟霸掌的 小販 對 然後結果那個女人竟然沒死 然後 那個人死掉 然後在1996年的時候 這棟大樓 六樓遭人家撞火 又造成了兩死六死傷 時隔20年 又發生火災 然後還好 這次火災沒有死人 但這間大樓就是 一直發生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現在聽說啊 這邊的住戶啊 他如果坐電梯 會自己跑到14樓 然後又跑到地下室 然後跑到14樓 又跑到地下室 最後停在地下室 這個會跑到第14樓 可能就是因為當時火災的時候 大家都往樓上跑 因為農煙一直穿上來 所以電梯會自己現在跑到14樓 那跑到地下室 他說 地下室 好像是個另外一個空間 聽說啊 他們住的這邊的住戶 還會看到窗外 有時候會有人在那邊走來走去 然後他住的地方大概是10樓以上 有一個警察 他不相信 然後他因為他想要在台北市 買到便宜的房子 你知道這個景星大樓 他在中山北路高級地段 他的房價是一般 他們那邊地段的半折 還是沒人買 所以這間大樓那個警察 因為他為了貪小便宜 他想說我不相信 他就去看這間房子 跟管理員打個招呼之後 就坐電梯 然後一坐電梯 就發現有一個女生 也進來 然後 那女生說 你是來看房子 他說對呀 然後他們兩個就這樣聊起來 然後聊了聊了聊了之後 那個警察 看完房子 下來跟管理員說 我剛才遇到一個女生 他說他住在這邊 然後他跟他形容之後 那個管理員說 你怎麼形容好像以前我們住在這邊 已經死掉的人了 因為管理員在這邊很久 他看過這家住戶很多人 然後他有沒有人隨時都知道 然後他這樣形容完之後 他覺得 欸 是那個人沒錯 然後那個警察 從此就相信 然後就不買這邊的房子 其實應該說在我18歲 19歲的這件事情 都還是有點看得到 喔 你是有點陰陽炎那種 對對對 我大概是1999年退伍的 那時候退伍假 反正想說很爽 反正退伍前十天 前一個月都會放假 你在哪一個 我在台中 桌子坑 然後那時候退伍 我覺得前十天覺得很爽 幹嘛 快要過 已經破百 已經就是 幾乎都會放假了 然後那個是 露山的第一個掃 然後那個掃的時候 看到是 因為我們那個是 燈全部暗的 是完全看不到任何的燈光 只要有人靠近我們 就打那個灘灶燈 所以灘灶燈以外 都沒有亮光 你就可以看到 有聲音 站燒的時候有聲音 旁邊有那個聲音 是你一個人站燒的時候 我一個人燒 那個燒只有一個人而已 是風吹嗎還是這樣 不知道 所以我打開燈看啊 什麼都沒有 什麼野狗野貓都沒有 就是 就是有那種就是 吸吸書吸吸書的聲音 講話聲 也有腳步聲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那種 走路的聲音 是幾點的時候站燒 我有站兩次的 那時候還菜的時候 凌晨的時候 凌晨 燈打開 那個燒非常非常遠 也沒有什麼 什麼巡邏的那個 士官啊 長官來看都沒有 你知道那時候 其實兩次很想睡覺 嗯 會會會會 那時候 那時候我打瞌睡 然後打瞌睡的時候 我就感覺 營營有人在旁邊 跟著一直站燒 然後我想說 靠 我想睡覺 不管他了 我就給他睡 因為那個燒 因為那個燒 是有一個 水泥的方形的一個 一個單人燒這樣 可以這樣燒 可以靠著 他開一個小窗這樣子 看外面 那你看那個人 陪著你是 他站在哪裡 他在 他就是站在 哨子外面 他不敢進來 哦 但是他陪你站在那邊 我感覺 他在看著你 我感覺是 我看不到 但是我感覺是一個女的 他一直看著你 他陪著我站 可是那時候 因為我從小 以前看得到 我就 我並沒有什麼 太害怕 我只覺得 媽 很想睡覺 然後聽到就是 因為往前看是 對營區嘛 往後是那個車場 就山洞的 山方向 那山方向 也是常常聽到的聲音 山上 因為我們站在那邊 有岩體嘛 岩體上面 感覺到他們 感覺到他們有站人 那那個地方是 沒有人可以上去的 沒有樓梯 也沒有什麼山坡 或什麼什麼 走上去的 對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還好 那時候 已經失控見過 沒有什麼 覺得可怕的地方